本次节目分上下两集 为您披露四位中国红二代在习近平上台初年对他的内部议论 他们分别是中共元老陆定一之子陆德 陶柱之女陶思亮 马文睿之女马晓丽 胡耀邦之子胡德华 选自已故的中共党史专家 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的日记 自由亚洲电台北明非常识 也曾翘首望新政 红二代开议习近平 李锐日记独家披露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北明 中共二十大召开 中国最高权力集团由党核心变为习核心 成为建政七十多年 改革四十多年的中共倒退的里程碑 舆论界的批评潮水般涌起 习下礼上的预测 顿时被周围赚取点击量的谎言 一厢情愿取代理性观察的民众即刻爆发了受骗上当的愤怒 大陆被压制到万马其音的知识人 唯一能借以稍微舒缓自己经年愤闷的 仅仅是一封四百字的书信 这是清华大学习近平的学长 胡锦涛的学弟 严怀先生因学长被公开绑架至学弟的一封私人公开信 英国哲学家、数学家、文学家罗素 在生命晚年曾经告诫后人 认识事物 要避免一厢情愿和立场的基础 唯一重要的是审查事实 事实本身是分析、评判、结论事物的基础 当此习邦极权一锤定音 国运趋势尘埃落定之时 透过中共血缘关联的红二代的内部议论 考察习近平上台之初的动向 可以获得一些出人意料的洞见 这些洞见 有助于人们理解中国的政治局势 在正式开始之前 我先要做五点相关的说明 第一 这些议论的场合与时间 这议论的场合是2016年被改组前的 中国具有改革于自由主义色彩的刊物 炎黄春秋的编委及其相关人士的内部座谈会 座谈的时间 也就是议论的时间 主要分别是2013年2月27日 4月17日 2014年4月23日 10月24日 第二 座谈会主旨和采集的内容 主旨是新型世驾 炎黄春秋的半刊方针 发言的内容主要针对 刊物在困境中的去留问题 和坚持下去的方式 虽然主题是刊物的前途和命运 但实质习近平上台初年 他的政治动向 管理方式 思想脉络 未来的可能性等等 自然就成为关注和议论的重点 我们采集的主要是这一部分 第三 议论的来源与特色 由于不少锐意改革的红二代参与炎黄春秋的编舞工作 事实上 这些会议无形中成为中国红二代开议政治的集中的场合 由于红二代的特殊身份 和各自特殊人脉或消息来源 他们了解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实 这些事实对观察分析习近平的动态走向 是不可多得的参照 从他们相关的议论中可以看出 他们对习近平的分析除了习近平当时公开的讲话 还有习近平不为世间所知的私下的言论表态和做法 第四 是议论的编辑方式 为了方便读者听众对发言人的观点的整体理解 我分别采集并集中了每个人在历次会议的发言 以便完整地呈现他们的陈述 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本节目中红二代出场的顺序 不是他们在炎黄春秋发言的顺序 而是按照他们发言内容的逻辑排列的 为了提供更坚实的理解基础 我将在每位发言人首次出场时 简要地介绍其红二代的背景 及其个人的相关经历 第五点说明 议论的出处于注释 关于本节目也就是本文的资讯的出处 除了我在这个节目开始时的交代 也将在文字稿中相关的位置加以注释 以文字形式再度注明出处 欲闻其详的听众 可以登陆本台自由亚洲电台 Radio Free Asia中文部的网站 北明非常识的页面 查阅文字稿 李锐日记已经全部开放给社会 成为研究中共党史和相关问题的工器 所以愿意了解这些聚会言论全貌者 可以亲往美国 胡夫研究所图书馆进行查阅 好 我们下面就正式开始 首先为您介绍的是 路德在习近平上台之初 对习近平的观察和看法 路德1942年出生 其父亲陆定一是中共重要的作家和文化人物 早年主持团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工作 中共建政后依然主要负责文化宣传工作 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宣理论奠定人 最高任职是国务院副总理 路德高中时就曾受复训 要学习科技 不要搞政治 不当官 路德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毕业 后担任过国家开发银行信息中心局局长 中国防卫科技学院副院长 2006年 他发表了我父亲陆定一晚年的几点反思一文 路德发言的主题是 习近平不懂经济 被左翼势力撤走 力扮亲属的腐败 自己没有智囊 为改革需要集权 在2013年2月27日炎黄春秋新春聚会上 路德首先举例说明习近平不懂经济 有被误国学者欺骗之嫌 显然这番议论出于他对当时当政仅四个月的习近平的期待和同情 除了强调习近平没有自己的班底 他还强调经济形势对习近平和红二代的不利影响 他说 政治改革必须触动利益集团 与胡德平交谈 三公消费 北京报了六万辆 学者查四十万辆 习不懂经济 他只要把车款给租货公司固定资产为零 你怎么查 高尚全主席和我都很担心我们的货币 我们的钞票比美国还多 但GDP只三分之一强 经济要发展 得投资 投资得钞票 习至今没有自己的班子和智囊 要成立个班子 不要那些误党误国的所谓学者 排污 承担单位GDP排减40%到50% 这是误导 因投资大增 把砍掉的和新投资多一倍 今后还要大增一倍 人均GDP增一倍与缩减贫富差距是两回事 今年量的基尼系数又是假的 2017年如无大动作 中国经济会受到大冲击 这十年是我们这些红二代执政的最后十年 各位听众朋友路德显然认为经济形势决定政治形势 所以在论证习近平不懂经济 需要成立一个智囊班子之后 他预言2017年如果中国经济会受到大冲击 就将成为他们这些红二代执政的最后十年 显然他有一种倾向 这个倾向就是 他把习近平当作改革派红二代在中共中央的代理人了 两个月之后 路德在2013年4月17日召开的 炎黄春秋讨论会再度发言 他再度分析局势 说明局势与习的愿望相为 指出以左和更左的方式讨好上级的激进行为惯性 以及对经济问题的七嘴八舌的现象 导致习近平难以招架 他说 不能劈江也不能捧江 陈元捧了一下 说江1992年电子信息化防腐败 这一次习近平重新领导排位 清明时这边打薄熙来 陈元去给薄一波扫墓 括号还有第三件事忘了括号完 我春节后去香港 凤凰节目 我四次内容播出了三次 也把数据删掉了括号 每年群体事件十万 维稳费超军费等等括号完 说明凤凰也在收缩 习近平几次讲 让说话 让批评 现不让 现社会有个现象 习如何要求 则有人更左 如有的干部带窝窝头下去 过去薄熙来也有此现象 你不是喜欢绿化吗 有人就买最贵的树密纸 括号 这些数可能过些时候就死去 括号完 习近平也很难 现经济改革 八派都讲 但观点全部相同 如收入分配 是增量改革 还是存量改革 括号 又涉及房地产 括号完 说上面多位常委批评 要问究竟是谁的意见 中央意见不一致 我们有知情权 各位听众朋友 路德在这次会议上 还披露了一件 坊间至今不曾知晓的事 那就是 习近平在主政之前 为制止腐败 曾经只是 法办自家的亲戚 路德说 前两年 近平和兄弟姐妹谈 说你们发的差不多了 就此打住吧 瞧瞧一甩门 说什么就要够 十八大前 把房产卖了 朝阳区政法委书记说 习家有一个亲戚 括号 彭丽媛表妹儿子 括号完 把我们给诈骗了 国保下令别动 十八大后 习只是办 听众朋友 这一信息显然是路德 对习近平抱持正面期待的依据之一 半年之后 2014年的10月24日 炎黄春秋再度召开讨论会 路德发言 从炎黄春秋杂志何去何从的角度谈论习近平 他力图说明习近平之所以没有干预党内关于阶级斗争高于普世价值的舆论 是因为他无暇顾忌 他强调重大决策习都有批复 他说 习太忙 对这些左酷不过来 我知道重大决策习都参加都有批复 听众朋友 此剧中所谓这些左 指的是他此前发言中陈述的社科院院长王伟光 发文指普世价值是伪命题 所引发的以阶级斗争批判普世价值的中共党内左倾思潮 接下来 路德再度指出经济形势不好 导致习近平压力大 改革也受到很大的抵制 此外 他还以蒋经国为例 说明极权悖论 那就是以独裁力量反对独裁 显然 路德认为 从实际出发 习近平需要集中权力 以便有利于政治改革 也就是打击专制独裁 路德认为 应该以这种现实情况为前提 采取延缓改革 给习近平争取时间的策略 他说 要学习论持久战 不要硬顶 更不要自杀 他们的手法 用国外敌对势力 国内一己力量来影响上层 这同六四以前 如出一辙 我父亲当时反对 用资产阶级自由化 把药帮也卷进去了 我讲一些话 可能牵连你们 因为有的话 我不讲 没人讲 有无产阶级自由化吗 无产阶级只有无政府主义 流氓化 习压力非常大 今年经济上不来 习要政治改革 抵制很大 集权是否有个悖论 正如蒋经国 我承认我是独裁者 但我正是要利用此地位 来打击专制独裁 习在压力下 刘云山是他的同盟军 他不会因小问题同流 撕破脸 炎黄一定要办下去 坚持有礼 有利 有节 等习发现问题严重了 注意我们的意见 各位听众 路德自述 我们家同习家关系 还是深的 直到2016年7月 炎黄春秋遭整肃之前的4月 路德依然保持着对习近平的信心 认为虽然现在习在政治上老出错 这是原话 但他的意见是 还是要静观一下 这也是他的原话 他认为炎黄春秋在重重压力下应该原话 注意斗争策略 不打第一枪 应该先求活命 再求斗争 他指出 蔡教授提的上网 可能失出未解 身先死 这个蔡教授指的是 本次与会的中央党校教员蔡霞女士 蔡霞在路德发言之前 有一个发言 针对任志强事件 主张通过网络 谨慎地诉诸民间舆论 路德接下来再次预言 2017年以后 习迟早会用到这批力量 所谓这批力量 指的就是炎黄春秋为中心的体制内锐意改革的势力 下面是陶思量 在上述《炎黄春秋》杂志编委会议的半年之后 也就是2014年的10月24日 炎黄春秋再度开会 陶思量发言 1941年出生的陶思量女士 是中国国务院前副总理 中宣部部长陶柱之女 陶柱 早年是中华民国黄浦军校第五期的学员 国共内战时期 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 1958年 中共发动的导致全国高征购而大饥荒的大跃进运动 陶柱在其当时治下的广东省掀起了反蛮产运动 这是一种抵制的运动 文革初期他被整下台并被囚禁 两年后 含冤病逝 生前身后均不准许家人探视 陶思量 从事公益事业三十多年 现任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 和中国医学基金会副主席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理事会副理事长 他曾于1978年在人民日报发表万言书 题目是一封终于发出的信 给我的爸爸逃住 文章一出 引发无数共鸣 一举成名 陶思量的发言主题是 习想办大事 现在要集中全力 陶思量首先介绍自己说 我现在是办慈善救国 同美国合作 把他们的文化文明先进理念 引进来 对当前形势的看法 我比较同意王军涛的观点 他是最早的持不同政见者 一再讲把权力关在笼子里 关于当时上台近两年的习近平 陶思量的发言与路德的角度一样 对习近平的不作为做了积极的解读 他同时指出习近平的非西方的价值取向 他说 习是想办一件大事 他现在要集权 是要把党军人员换成他能掌握的人 到十九大才能开始办大事 他会向前走 但离不开通过威权主义 他不会全盘接受西化 因此强调尊儒 这就是陶思量的这次发言 从十年前习近平的起点 看今日习近平的落脚点 盼然有别 路德预期的习要政治改革 和陶思量预期的习想办一件大事 完全落空 他却倒行逆施退回到毛泽东时代 该怎样看待这种变化呢 固然把习近平从头到尾 从早年梁家和插队 到今日帝都红朝全请这一路 描绘成一个极权主义阴谋家 是容易的 而且还特别的解气 不过我们会发现 越是对他近距离的观察 事情就越难以简约化 越难以以数学的方式 合并同类像 就越需要深入的分析 那么他究竟是追处囊中 早年寓意办一件大事 引而不发等待时机 还是攻身于权力崇拜的起跑线 追随马恩列斯毛等太祖们 必欲摘取生灵涂炭 糟蹋江山的桂冠而后快 或者是他本无利器 摸着石头过河 在中共这条血河中 别无选择的必须成为 始皇帝毛主的习 在历史的某些阶段 正确的提出问题 比正确的解答错误的问题 更难 更需要全面真实的信息 也就更重要 本节目呈现红二代 当年对习近平的改革的期待 不是为了用今天的事实 来羞辱昨天的希望 而是为了能够正确的提出问题 好 各位听众 这次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下次节目 我将依据红二代的窃禁观察 提出那个早已存在 却被广泛忽略的问题 并试着做一个简单的解答 下次我更要报道 知名的感言红二代 马晓丽女士 和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先生 在习近平上台之初 对她的看法 两位的发言全然基于 他们共同的文明价值取向 不过马晓丽的发言 显示出一个与今日习近平 几乎完全不同的习近平 胡德华在她的发言中 则描述了一段 她与习近平的私下对话 具有极大的信息量和参考价值 这些信息呢 在全球媒体中 也将是首次独家披露 自由亚洲电台 北明非常识 美国首都华盛顿 北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